小米的藍牙喇叭 嗨,大家好,我是Kelly 嗨,大家好 他是小滴 現在呢,換來跟大家分享藍牙的揚聲器 然後現在要從一個超級平民版的開始 我要先來介紹就是這個小米的藍牙喇叭 然後它是小米方盒子藍牙喇叭2 對,那這個是因為我之前去學校上課的時候 需要用喇叭來就是當我的教具之類的 那它是一個藍牙喇叭嘛 然後它這邊是充電的地方 然後這邊呢,它也可以接那個就是音源的線 對,可以接音源線 然後它開機是非常常按它的這個開機 然後聽到這個聲音就是開機了 然後這樣子會閃爍的燈呢 就是它在找那個連藍牙的東西 我連一下我的電腦 它,嗯,因為它的價錢是 665 665 就才600多塊嘛 所以它的音質真的不是那麼好 但是就還OK 我們來用這個聽一下 好,然後我現在把藍牙斷掉 然後用我的電腦撥撥看 這感覺蠻不一樣的 這感覺蠻不一樣的 對,所以如果說你不是說 在一個非常大的空間 就是類似小教室啊 或者是你只是在一個類似像辦公室的地方要播 我覺得這算是還蠻OK的 只要不是說放到很大聲的話 基本上不會報音 只是它如果快要沒電的時候 它會一直發出那個賭嘟 賭嘟的聲音可能會有點吵 就是你在播歌的同時 它會暫停音樂 然後賭嘟然後再繼續播 然後再暫停音樂賭嘟然後再繼續播這樣子 然後即使你到那個時候插上了電源 它還是會持續做這樣的事情 可能做到它的電要再稍微充飽一點 基本上就是這樣 然後它不防水 就是要小心 對,不要碰到水 基本上都還好 就是這樣 好,換你 好,接下來呢 我們要介紹的是這個 這牌子 在台灣可能這個牌子才剛進來而已 所以它現在價位還沒有到說很貴 然後這個 你看下面有水嘛 就代表它有防水啦 它可以在 算是生活防水 可以在一公尺下的水裡面 生存30分鐘這樣子 可是建議大家就是 也不要這樣去帶它把它泡到水裡面 盡量還是不要讓它泡水 這樣子 然後呢 這個單價是 大概3000多這樣子 大概3000多 然後 然後 我覺得它是 看起來就是 非常的沙啦 就是一個 非常的沙 是什麼 就很沙 就 一個 很像一個武器 對,就是一個 幾何的 形狀 然後它是 踩兩面的 兩面的喇叭 然後它可以 這只有一面 它可以立著 也可以躺著 這樣子 然後呢 它這邊我附一個 袋子 就是可以 提著它 四處跑跑照這樣 然後呢 它本身呢 它開關還有藍牙這些 全部都在上方 然後如果你要開機的話 就這樣子 我可以連你的嗎 可以 它叫什麼 AJM3 然後它 連到的話 就會 對,有這個聲音 好 然後我放剛才同一首歌 它音量大很多 它音量可以到非常非常大 所以 還是 比較好 感覺這個音量都還在小聲講話 對 它還是在小聲講話 它大聲講話起來 它就是那種 有朋友喜歡練舞的 就是可以 就把這台放在鏡子前面 然後就把聲音開到最大聲 然後就可以足夠一個 一整個舞團 聽得到它的聲音 這樣子 然後 它是非常的耐操 而且它也可以 它的那個 充電一次 好像可以持續12小時 不間斷的樣子 然後 它的 因為它防水 所以它這些 包覆性 都做得非常好 這個是 這是一塊軟細膠 它把它充電孔 和那個連接的 喇叭孔 都放在這裡 然後呢 它最特別的呢 就是它這邊 這是一個小秘密 就是它這邊 可以把它弄開 然後這個呢 是可以旋轉開來 這樣子 然後它有 你只要買 這一台 它就會附一個 將將 這個 它的游泳圈 你就把它放上去 你看它下面也有個小孔 你就把它放上去 對 然後呢 如果你在泳池開派對的時候 它也可以在你的旁邊陪你 感覺不錯吧 對不對 因為它音質本身 如果開到很大聲的話 它不會爆音 所以我覺得是 非常不錯的一個 藍牙喇叭 然後現在剛進來 台灣又不 又還沒有收到 這台也沒有收到很貴 就以它的 規格啦 還有它的音質來說 這個算是一台 CPS很高的藍牙喇叭 嗯 它也 它又賣很多附件啦 還有 你可以把它黏在牆壁上 嗯 然後它本身也是有 麥克風功能 它說可以用Siri 對 它也可以用Siri 你可以用這個叫Siri 對 可是你沒有這樣講 應該這樣就可以吧 Siri 這樣子 可是我們現在怎麼就沒有Siri 嗯 真是可惜 好 沒辦法測試給大家看了 那就先這樣下去喔 D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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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